天天向上官博遭炮轰,孟美琪已不是C位,官博回应暴露了她的地位。 自从王一博人气再次大涨之后,天天向上的收视率提高了不少。 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节目组更是邀请了当红的女团火箭少女。 这一期的节目组收视率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 天天向上官博遭炮轰,孟美琪已不是C位,官博回应暴露了她的地位番位是地位的一种象征。 因为番位的问题,佟丽娅在30而已就受到了粉丝的强烈不满。 粉丝格外地重视自己偶像的番位问题。 在火箭少女的官威中,孟美琪的位置都是站在第一位的。 在天天向上官博的解释中表明,天天向上官博对于艺人的番位顺序只是按照艺人方的要求进行更改的。 官博和节目组没有工作失误,也没有任何偏心和私心,粉丝惨遭打脸。 官博和节目组没有工作失误,也不能有任何到处理人的行为。 对于此,您便应该是任何,"卧内地的颜色讯,也不能有任何事不在。 您可以认可协议如果这个女性定领不选择地,我们在连弃地的部分。